专访林观英,废储宾大桥收费挪后。观英促人民给力。 Jambio Share。2018年6月11日。检举。 宾城10日讯,新政府上任后发现国债情况比想象中更严重,导致废除兵大桥收费战等承诺需要挪后进行。财政部长林观英呼吁人民对国家及政府有信心,共同度过艰难时刻,迎向更美好的马来西亚。 在竞选期间,林观英曾承诺若入主不成,将废储宾城大桥收费,如今西蒙已担任中央政府,宾人民对这项承诺怀有满满的期待,一直关心废除收费战的进展。 但他上任财长后发现,国债情况比想象中更严重,许多涉及庞大金额的计划被逼延迟,包括废储宾大桥收费仪式。 看我们的经济情况,稳定后再做,我们也不想的。 如果国债是像他们,国阵,公布的就没有问题,但突然冒出4000亿的国债,这不是小数目,需要一些时间。 相关新闻。 相关新闻。 寻击国家的钱够用吗? 他说,钱永远是不够用的,只是看政府怎么运用,西蒙政府实现了废除消费税,发放公务员花红,人民援助金的承诺,其他的要等到财务情况改善后才会一一进行,包括大桥收费废除事项。 他指出,当国家没有任何资源时,不是适当的时候去讨论废除大桥收费事宜,国债在9年内让我国的财务情况将和日下,要恢复不是一天一夜能做到。 他强调,最重要的是国家没有破产,因此他希望人民给予西蒙政府一些时间,届时西蒙会证明人民没有做错选择。 我们在拼时不是为了自己,这一次,我们必须确保下一代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,第一,要解决国债,不要他们长大后还债,这我们会尽力而为,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未来给国债剥夺,我们要确保孩子的未来不会被剥夺,反而会更好。 他希望人民对国家有信心,对政府有信心,因为只有人民有信心,投资者有信心,才会投资在马来西亚的未来,若人民爱国,对国家有信心并团结一致,马来西亚一定会更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